台中苗栗地区从在清明节过后 4月6号起要分区限水 供五停二 影响106万户的居民 担心没有水可以用 民众开始要做抢水大作战 看到卖场啦 好多的这种大容量的桶装水 都被扫货扫光了 还有人的一口气买了五桶 而五金行呢 各种的水桶也都超级抢手的 询温度是提高了两成 但店家呢也都要提前备货 就连本来被当成垃圾桶的塑胶桶 都有人买去要来取水 民众受到进入卖场直奔矿泉水区 各式大容量的矿泉水 有一大贵已经被抢光 一桶两桶三桶一口气买五桶矿泉水 因为全台缺水将实施供五停二 美水日常生活非常不方便 三口就是说要接入三天 这就要先洗一次 我要清水啊 不只抢购矿泉水 就连水桶也供不应求 这种是有水龙头的 这种就是一般的 民众在五金行内认真挑选水桶 手里拿一个再继续挑选 一旁还有好几个人也在买 先抢先赢 供五休二 我们家人口比较多 所以怕会不够用 像921啊这样会担心吗 会 但是还是大家要省水用 水桶超级抢手 询温度提高两成 民众都会有恐慌 所以最近水桶就会卖得比较好 那大致上都是二十公升的 会比较好提 台中苗栗从四月六号起 本渠限水影响一百零六万户居民 消息一出在网路上引起一阵抱怨 网友po文询问泡澡会用掉大量的水 之后会出现我OK你先洗的slogan吗 还是多淋浴少泡澡呢 认为对民生冲击太大 我们把它放进去以后呢 它水域会上升 省水达人请自示范 马桶水箱内摆入宝特品省水 洗菜或洗衣服的水 可以拿来浇花 达人也建议吃单银蔬菜 减少碗盘使用 非常实体全民抗旱 同时也衍生出墙水大战 记者综合报导 也有可能要减少泡澡的时间 还有这个水的次数了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滴水都非常的珍贵 台中苗栗献选选公五休二 很多民众呢 开始生气打脸蔡英文政府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明明就花了2500亿来治水 而且承诺说不会缺水的 没想到根本是欺骗百姓 名嘴陈辉文更质疑 如果台中是民进党执政 恐怕不会这么倒霉 先被陷水 民进党拿蓝营执政的县市先开刀 根本就是把台中人当成二等公民 蔡政府前瞻计划 砸了2500亿用来治水 现在却供五休二要停水 过去这些承诺难道见到归 不缺水 不淹水 喝好水 清净水 行政院去年甚至拍影片大内宣 说靠家里的马桶水可以做晶片 如今还是山盟大破功 就是得陷水 过去治水这2500亿 难道只是片白皙做表面 我看到水资源 他们大概用的 就是类似放编炮这样子 类似一个水的世界什么之类 类似做那些噱头比较多 我们人民缴税的钱到底在哪里 我们也看不到 因为无感 因为真的感受不到 政府的一些作为 人祸比天灾还严重 更诡异的是 不管是陷水还是用费发电 台中永远最倒霉 名嘴点破 蔡政府可是有一套陷水政治学 台中人先来扛 台中人心里难道 不会不平衡吗 蔡英文总统是在惩罚台中人吗 苗栗人也是给大家用水 为什么要从苗栗开始停水 台中的发电也供给全台湾人用 为什么要叫台中人继续用费发电呢 我们这样一个施政 是不是让台中人觉得是二等国民 不是说我要帮民进党扣帽子 就观众朋友你自己想想 这个民进党蔡英文政府 他会不会查水表 他会不会秋后算账 他会不会一失形态治国 他会不会党同发意 如果今天的台中市长还是林家龙 你觉得蔡总统 苏院长王美华部长 他们在下这个决定之后 会不会犹豫啊 我跟你讲 遇到卢秀燕跟徐耀昌就是没有 中央的那个 那个权责是非常的大 你地方首长 你不高兴 你骂立委你反弹 我最后决定你还是得陷水 拿全民纳税前置水 没成效就限制百姓用水 难道是有政府会陷水 而且刚好又是蓝军执政的县市 先倒霉 记者林一祥 徐国豪 台北报道